Leon聊四季 天梯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先來看下班方是選擇的緬甸人 緬甸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伐木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他不需要升伐木技術 只需要升農田 但他在前期的經濟來說還算不錯 而且緬甸人他有步兵單位 每升一個時代攻擊力都會加一的效果 所以到了帝王時代 他的擊兵會跟趙雲一樣 非常強 拿著一根強槍到處殺一殺去 傷害力非常極高 千萬不能跟他打接近戰 但緬甸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寶兵單位 這個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是一個非常難產的騎兵單位 他的攻擊速度極快 而且因為很容易打歪的關係 所以只要數量一多會有這種擴散傷害的效果 在團戰來說是非常難受的一個文明單位 所以緬甸也常常被稱為團戰之鬼 這個飛鏢騎兵到處亂竄非常難解 但是這個單位造價極高 所以也需要非常大量經濟去支持 才可以產出更多的飛鏢騎兵 如果是打飛鏢騎兵的情況 通常都是打單TC 然後爆這個飛鏢騎兵 才可以做到更好的效果 就跟西班牙人一樣 趕快單TC打這個C針去騷擾人 後期再轉出經濟來 再轉出其他兵種 但是緬甸人跟西班牙人不太同的方式 他後期沒有遊俠可以打 所以緬甸人到了後期 能打的東西就只剩下大象而已 他有自己的大落馬 還有這個疾兵單位 攻兵系的話不太行 因為他沒有攻兵的鎧匠 所以緬甸人的後期來說 會比西班牙人來說更痛苦一點 所以他的勝負 通常都在路到30分到40分之間 是他的黃金石血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這些鹿還有豬的時候 吃的時間可以再吃得更久一點 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這個能力讓他補正大概100肉左右吧 讓他競技非常好 這個能力在阿拉伯來說 可以讓他出早期棒棒 去敵方騷擾 哥德仁的打法 還是比較主軸於步兵路線 到了帝王時代 可以考慮轉一點火槍 去反制對方步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哥德仁還有一個 常常比較被忘記的一個重點 就是哥德仁 其實他肉馬是能打的 雖然帝王時代 很少人會去打這個肉馬 但他的肉馬 是可以升級到大肉馬的 但也沒有三級法的關係 所以肉馬來說也不會太強 就是一個堪用的騷擾部隊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經濟打法 兩邊都是一個直層上去的感覺 目前配置來說算蠻正常 四木三果 這邊開始圍出去 要把這邊全部滴掉 想要拿掉這片的空地 就可以灑出更多的農田 只要讓哥德經濟好的話 他就會利用自己的步兵消耗減免的效果 纏出大量的哥德步兵 再利用自己的景篇科技 噴出大量步兵 再按下自己的無政府狀態 讓均勻可以產出哥德衛隊友 產出大量的持盾步兵 反殺回去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這場的重點就是說 哥德仁遇到的並不是攻兵文明 而是一個騎兵文明 騎兵大象文明 那大象來說的話 對哥德來說還算是好處理的 畢竟哥德也有擊兵 而且步兵也很便宜 那比較麻煩的就是他的飛鏢騎兵 但飛鏢騎兵打步兵單位來說的話 也沒有到非常強大 雖然可以一直走A 但如果他要一直空的話 讓哥德經激起來 大量哥德會對反殺回去 飛鏢騎兵可能也會受不了 所以這一場 考驗的是緬甸要在早期擊敗哥德 那哥德要火到後期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對決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升級方式 有沒有踩石頭呢 有 緬甸踩石頭 這就代表著 待會上到城堡時代 待會就要來產出自己的飛鏢騎兵了 那哥德呢 這邊則是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也有挖石頭 但是兩個人在歪喔 這個打法也有可能是要蓋城堡 哇 沒想到是哥德主動出擊嗎 這個畫面有點神奇喔 兩邊都沒有來搶生物 哇 哥德直接前線壓寶 哇 這場跟我預測的不太一樣 這就證明了 我真的沒有看中間的部分 雖然我知道結果 但是中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是很難去判斷的 這就是高分的比賽 裡面喔 不常看到這些東西 哥德前壓 強軍士 唉唷 居然還打到東西 這裡有洞 好 應該可以拿掉一村 沒問題 哥德衛隊在後面 飛鏢騎兵要趕快產出來 直接蓋下城堡之後 在後面繼續開農起來 3TC開農 哥德不想被壓在家裡打 選擇了決定往前壓制 飛鏢騎兵要趕快按 但是飛鏢騎兵是需要木頭的 所以現在有點缺木喔 沒有辦法按出自己的飛鏢騎兵 這就是緬甸人喔 在城堡初期 要產出大量飛鏢騎兵的一個問題 你要產很多的話 就需要大量的木頭 跟這個環境喔 才可以產出 明天這邊沒有決定要產飛鏢騎兵 而是選擇了打一個樹地 單TC 然後要來升地獄時代 拆巨型頭時機的一個做法 這邊應該不會有更多打鬥 稍微再加速一下下 哥德能可以趁這個時間點 趕快去撿出更多的生物欄 把生物放在中間的修道院裡 我覺得放在家裡會比較好 這裡再補個修道院 對阿 因為外面太容易被拆掉了 不然你在外面如果守不住 就等於是幫對方撿生物的概念了 這時候緬甸人終身到地獄時代 也產出了少量的飛鏢騎兵 好 巨型頭11已經產出來 準備開拆 飛鏢騎兵 這一波 怎麼拿下呢 一下 OK 順利收掉 順利過來招一下 飛鏢騎兵應該可以第一時間集火掉 沒有問題 沒有被招到 只有這次飛鏢騎兵還是活得好好的 這時候哥德能點下來緊噴 但是村民差距已經來到了一倍 緬甸人的35村 對上哥德能的74村 村民處差距非常多 後面補下兩個軍營 開始準備要來暴兵了 這個時間點爆兵有點偏早 那其實哥德能這邊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可以出這個 戰毛兵去做防守 因為哥德能的戰毛兵其實是很好用的 還有三攻三防 所以他轉火箱也是OK 就火箱配戰毛也是哥德能的一個選項 就只有奴兵的部分不太行 畢竟沒有強弩跟拇指環 好 接下來看到城堡被擊垮 前面的這些村民可能要找個時間逃跑了 不然待會城堂中心爆掉 村民以色會被全部被收光 但現在飛鏢騎兵在這邊附近 瘋狂的圍繞 想要來抓掉這邊的村民 這邊拉門拆出了燒戰 裡面補下更多的農田 好 果然被攔截了 還是跑不掉 要快拉幾隻哥德威隊去支援一下村民 哥德威隊打四刀 就可以收掉一隻飛鏢騎兵 殺一刀 哥德威隊砍攻兵單位還是很強 但前提是要砍得到 OK 那現在趁對方的飛鏢騎兵不多 稍微可以打到幾下 好 這邊要對蓋寶 但沒有一一吧 人家有巨頭欸 這對蓋寶沒一一會被拆掉 趕快走啦 是我就走了 對對對 這個不走的話 肯定會死的 好 結果緬甸人直接一個大反撲 41村打86村 緬甸人自己也知道 自己經濟已經落後餘人 在這邊繼續打下去 可能會越打越烈士 好 家裡補了一棟城堡 但這個城堡位置補的有點偏 偏外面嗎 如果是我的話我想要蓋後面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 巨型頭實際可以加在這個位置 直接拆掉 還是相對容易 如果拆在更裡面的話 就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看哥德之兵怎麼打 好 尤其兵直接拆掉了非常多的建築物 這邊直接幹哥德農田 哥德忘記把農田給滴掉啦 哎呀 緬甸直接搶奪農田 賺到了很多木頭 哇 光這邊就賺到了 66 36 哇 360木頭 轉爛了 轉爛了 好 補正了一些自己的經濟 開下了自己的3TC 直接接管農田 這就是冥搶 直接搶爆 好 看到這邊飛鏢騎兵走進來 好 先射掉一隻飛鏢騎兵 哥德衛隊想要上前堵口 但來不及 直接被對方 堵了這個洞 用這個窄口繼續反擊 但這邊直接自滴10強 後方有更多的哥德衛隊走過來 好 那後方 偷偷出去挖了石頭 上方的部分呢 是有少量的槍兵 在做生物的防守 兩邊都有做一個預防的動作 下面這個赤火在探路 好 經濟以來說 閩店人開始跟上了哥德人 哥德人這邊升到了 哥德衛隊 分享多隻喔 還沒有升帝王 我剛剛想說他怎麼還沒升帝王 好 這邊用哥德衛隊稍微反制了回去 下方村民 好 這裡收村 只損11村 可以接受 好 上方大量的哥德衛隊 引開了飛鏢騎兵人注意 這邊是難道想要出去蓋寶嗎 哥德人這邊沒有上帝王很危險 好 這裡開始補下了一弓 成城中心沒有在家裡繼續補 雙TC在農 擁得速度並不夠快 好 本來想要到後方這一片區域 看有沒有成城中心或是農田 結果發現什麼都沒有 被飛鏢騎兵追著打 完全沒有還手之力 這就是為什麼飛鏢騎兵在團隊來說很麻煩 連哥德衛隊都扛不太住 因為他的傷害判斷是近戰攻擊力 所以你即使拿衝撐去吸引他的傷害 也擋不太住 怎麼打也扛不太住 這個飛鏢騎兵的傷害 好 這邊 大量的哥德衛隊直接在傾巢而出 直接要來抓掉後方的兩台巨頭 這巨頭抓掉其實滿補的喔 這裡還有一刀 這邊村民想要來幫忙修理巨型投資記憶大運修復回來 收掉 飛鏢騎兵這時候再出來反打一下 這時候哥德人補下了二防 把城堡慢慢往旁蓋 往旁蓋了起來 哥德衛隊再次向到了上方的位置 這上方抓到一些村民走出來 這邊想要卡一個門 哇 直接把城門給卡了起來 但裡面其實什麼都沒有 卡這個城門可能意義不太大 村民趕快繞跑 我們還是關了起來 尷尬 沒有空好 有點尷尬 這邊哥德人補下了帝王私袋 慘了這些哥德衛隊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可以看到騎兵數量來到了非常大量的 22隻 這22隻數量基本上可以秒殺好幾隻的哥德衛隊了 也不用管這個命中度了 隨便丟隨便中 丟 很像擴散傷害的感覺 丟太歪了 霧己臨兵 好 哥德衛隊再次下到 來到下方農田 但經濟來說還是哥德人這邊領先 62吋打113吋 上方補下了一些射箭場 看來是有意想要轉一些戰毛兵 好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後期會怎麼打 好這邊哥德人點下了帝王私袋 還有手推車 還有點下了弓兵的鎧甲 看來轉一點戰毛還是比較實際一點嗎 那以分數來說 緬甸人還是 是 劣勢於哥德人的 所以哥德人覺得自己 希望還很大 雖然他有帝王時代 分數蠻高的 5500分 好這裡補下了挺種 增加一下飛鏢騎兵的血量 上方聰明繼續被追逐 哥德衛隊又走到了這個城門 但這個城門依舊還是沒有東西 因為緬甸人家裡 基本上沒什麼在發展 一直在出飛鏢騎兵 在維穩 想要穩住自己家裡的經濟 哇 但是這邊哥德衛隊 圖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大概快到10村有 村民數下降了一些 這時候哥德人補下了化學 還有增兵技術 還有二級攻 我怎麼覺得好像不用出到戰毛 大量的哥德衛隊 直接A過去就完事了 是不是有可能 他經濟現在越來越好了 蓋了這麼多射箭長 但什麼都沒按 哇靠 10個射箭長 射箭長也太多了吧 哇就是轉火槍 轉火槍打 飛鏢騎兵 這個我確實沒想過耶 這個有料嗎 這個我不太確定喔 感覺是有點互相傷害阿 兩邊都可以傷害到對方的感覺 好 轉出火槍 好 追星頭司機慢慢產出 好 哥德衛隊再一次直擊了城鎮中心 哇 這個是哥德遊擊站嗎 到處都有哥德衛隊耶 好奇怪喔 他不是落後的嗎 被壓著打的那邊嗎 原來並沒有 不要瞎掰好嗎 原來被壓著打的 居然是緬甸人 好 正面的哥德衛隊 直接遲鈍上前衝鋒 衝到了城堡的下方 直接手撕城堡 後方有一棟 距離頭司機 開拆這棟城堡 好 前線的緬甸村民 殘遭到了非常大的衝擊 只能往後撤 外面的城堡中心也快不保 就等了這波反撲 讓明天人打得個措手不及 經濟差距越打越大 87吋打122吋 到這邊三弓也補下了 火槍射 飛鏢石銀很痛 好 明天人這邊直接選擇後撤 火槍大隊 37隻 中間補下一棟城堡 開個一槍 拿下 搞定 哥德爾應該 十拿卓穩了 哥德爾這一波反撲 打得 緬甸人措手不及 這邊緬甸人要反擊回去 方法其實並不多 因為他這邊如果要打步兵的話 會被火槍給打回去 那如果打大象的話 騎兵待會出來也是白頭之 這邊可能用大量飛鏢騎兵 直接上前衝鋒 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就要來看 數量能不能撐到那個時候 因為他只有一棟城堡 在出飛鏢騎兵 不然就是 出點火炮去反擊 但哥德爾也有火炮 所以我覺得火炮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邊飛鏢騎兵再次上前 怎麼A 閃掉 先點巨型投資機 炮看到火槍 往後撤 火槍這邊閃正 四處散開 直接變成散彈槍 後方補下更多的農田 巨型投資機 繼續開拆城門 這個城門看起來不妙 火槍直接爆射一波 飛鏢騎兵大量殘血 城門被打破了 哥德爾隊這時候衝進去 可能就沒了 但是哥德爾隊現在要保護 這坨火槍兵 那火槍兵有變成散陣喔 有變成散陣的話 就不怕飛鏢騎兵集火效果 這時候明天人勉強點下了一個精銳 飛鏢騎兵的升級 適量來到了45隻 好 巨型投資機已經開拆了城堡 這表示明明過來防守一下 打個的位置有點癢 OK 還是打掉了一些血量 但是真的要扛不住了 後面的城堡很猛 哥德爾的反撲 要成功了嗎 緬甸人這時候補下了化學 難道自己真的要轉一些 火炮出來嗎 那緬甸人是沒有火槍的喔 所以處理哥德爾隊是不好處理的 那以經濟量來說 即使他有火槍也打不贏 現在哥德爾這邊的組成 好這邊飛鏢騎兵直接上前硬 OK下定決心了 飛鏢騎兵直接正面反撲回去 好稍微還是做個拉打 有一隻僧侶不小心被拉到了 導致所有的飛鏢騎兵走路速度很慢 飛鏢騎兵直接上前 L上去 想要突圍這一坨的火槍 這邊火槍突圍有點困難 火槍這邊閃射 射掉非常大量的飛鏢騎兵 這邊哥德爾直接打爆了緬甸人 緬甸人打出了GG 裡面的哥德爾隊也是直衝一波 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哇這一波哥德爾的反撲打得非常漂亮喔 我也沒有想到 哥德爾也可以前壓城堡 這一波操作 打到緬甸人有點措手不及 不然平常都是緬甸人 前壓城堡 然後出飛鏢騎兵 繼續run個一波 其實緬甸人的森呂科技 是半價的關機 也可以考慮出森呂去做反制 由於這麼大量的單位 對於森呂的操作來說 是並不太友善的 也算是有效克制住了 這個緬甸人的森呂戰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個人 這邊全面勝利 基本上贏的數量是非常多的 畢竟村民樹也是贏了一倍 聖物還有五聖物 也蠻關鍵的 他很聰明 把所有的生物都放在家裡 而不是外面這個修道院 這也算是他的後期的一個細節打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